Hello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英子小姐的腳下埋著屍體這部影集 最近剛到森林博物館上班的男主角 從主管那接到一個工作 要她去找一位骨骼標本專家 英子小姐 也就是我們的女主角 回收之前請她製作的標本 順便問一下新訂的狐狸標本 什麼時候會做好 於是男主角咻咻咻的來到女主角家 也馬上被對方異常熱愛骨頭 一說起骨頭就會興奮的怪異行徑給嚇到 不過同時 女主角其實是個智商200 擁有法醫及標本知識的專業人才 總之兩人話說到一半 女主角就突然從狐狸的骨頭堆裡 拿了塊骨頭出來 還一邊叫男主角快點帶她去 發現這骨頭的地方 一邊衝出辦公室 搞不清楚狀況的男主角 只好跟著出發 兩人就這樣一路來到森林裡 但走沒兩步 他們就看見旁邊的空地上 竟然有一具白骨屍體 女主角健壯 便興奮的衝了上去 還說什麼果然如此的 拿出剛剛拿的骨頭 拼到屍體的手上 覺得莫名其妙的男主角 疑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女主角在製作狐狸標本時 發現一塊不屬於狐狸的骨頭 懷疑是被狐狸吃掉的人骨 才會想來做確認 而當男主角想報警時 女主角卻拼命阻止她 還說什麼 是人家先發現屍體的 有權利先觀察啦 就拿起白骨開始研究 之後警察終於來了 只是他們沒什麼用 連這具白骨死了多久都不曉得 看不下去的女主角就跳出來 把剛剛研究骨頭的心得 通通告訴警察 像是依照這裡的日照和地熱判斷 屍體變成白骨大概花了半年左右 從骨盆大小來看 死者大約是25歲至35歲女性 然後下巴的下顎骨 有還沒再生的破裂跡象 代表死前曾受到傷害 至於牙齒變成粉紅色 是因為窒息死掉 導致牙齒血管破裂的關係 警方也在周圍找到 死者的醫護和身份證明文件 確定這具白骨 是一名叫做被害女的女性屍體 接著 警方就把男女主角帶回警局問話 因為他們查證後 得知被害女 竟然和男主角住在同一個社區裡 這種巧合讓警方懷疑 人其實是男主角殺的 男主角則嚇到說 他跟被害女只有幾面之緣 曾被對方請喝過茶 很溫柔的開導過一些問題而已 之後警方就帶著男女主角 一起到受害女家裡尋找線索 警方還告訴主角們說 他們發現受害女 有一個論及婚嫁開公司的男朋友 簡稱渣男 沒多久前 公司因周轉不靈倒閉 但有員工傳言 說渣男是為了騙錢才惡意倒閉 還說受害女也有參與這個計劃 他很有可能就是因此遭人怨恨殺害 同時 在調查的過程中 女主角注意到受害女的照片裡 後方的櫃子上有三盆花 可是現在卻有一盆掉在地上 內容物還不見了 到了隔天 新聞媒體就大肆報導這起事件 說受害女可能是和渣男聯手騙錢 才遭人寄恨殺害 那看不下去 認為受害女很單純很善良 不會騙錢的男主角 就跑去拜託女主角 希望她能幫忙找出真相 證明受害女的清白 誒誒 這種事去找警察啦 總之女主角就仍很好的答應了 男主角也立刻拿出手機 播放記者採訪受害女的妹妹 偷吃女的新聞 阿惠播這段新聞 是因為男主角覺得 偷吃女的態度很奇怪 有點過度偏袒渣男 女主角則發現 偷吃女一直表現出拒絕他人靠近 保護自己身體的動作 不過這些線索還不夠 女主角就拿走男主角的手機 觀看當時在森林裡拍的照片 看著看著 女主角就說她想通了事情的真相 於是她帶著警察來找偷吃女 並開始講解事情經過 人家看你一直保護肚子 一定是懷孕了對吧 而且我猜是渣男的孩子 你才會這麼偏膽他 一直替他說話 而發現真相的被害女 就和渣男起了爭執 意外撞傷下巴 然後受不了打擊 精神崩潰的受害女 就拿著自己種的 能讓人自習的癲錢 衝到森林裡吃下去自殺了 證據的話 就是被害女在家拍的照片上 本來有癲癲 現在卻只剩下花盆 我也已經從男主角的手機照片裡 找到了在案發現場長出來的癲癲 那裡的環境 原本是不會長癲癲的喔 最後 警方果真從被害女的衣物裡 演出癲癲的成分 證明她真的是自殺 女主角就成功破解案件啦 欸等等 說不定是渣男逼她吃下去的啊 唉 算了 女主角說什麼就是什麼吧 反正有錯 一定是警察的錯 一點用也沒有 而男主角也買了份好吃蛋糕 請女主角吃 報答她的協助之恩 那之後主角們 又會在哪裡害誰死掉 喔 不是 是發現誰的屍體 你就自己去看吧 看完後我就在想 如果你身邊有朋友 是偵探或法醫之類的 還是快點絕交吧 要不然下一個被發現的屍體 說不定就是你呢